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看到他们分别都上演了和解的戏码 吴敦义的部分他则是抢搭寒流 各自在盘算什么 议题在拉高我们来看两岸的部分 总统武高代他说因应中国对台军事的威胁 要加速天宫三型飞弹熊山飞弹的生产速度 面对中共各个方式他们的渗透 尤其是在资讯安全的部分我们要如何来因应 来看到的是台南市政府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措施 其实他们就开出了第一枪宣布要禁用华为的产品 不过其实台南市是这样做 但是高雄市议会他们的监视系统 在议会里头的监视系统 采购的却是中国最大的监控设备厂商的产品 会不会这是一个资安的破口 不过你不知道 再来看到的是中国他们有个问题是逢酒必乱 有这样一个征兆 而今年是2019年尾数又是酒 习近平他政权说是最怕黑天鹅还有灰犀牛 好 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 稍后我们要分析给你听 首先来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 欢迎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各位好 大家晚安 台市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 各位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晚安 知识媒体人王世奇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一开始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在访美之前没想到柯文哲他又加码 他要去拜访以色列 他的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一起来看 台北市长柯文哲人气旺 送出发财经 人潮指到台北地下街 市长走到那本司拿起手机拍呀拍 人气居高不下的他计划走出台北市 不止三月访美 二月还挤出四天时间要造访以色列 考察同样是小国的生存之道 因为以色列没有柯文哲嘛 哎呦 你心来的不要理他了 又被王世坚呛 柯文哲懒得回应 不过战线延伸就连台北市严考会 最近公布的市长就职四年民调 其中政党倾向议题 就被批评工庆私用 但用工堂是为了柯P的选举赴路 柯文哲假工技师 用市政资源帮他收集市民的政党倾向 鼓他政治野心的踏板跟舞台 那个从1990代就开始 那也问过那一些我们 长期来再替市政府做那个顾问的 他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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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不要问说2020中 没有 他议员说 不是 我把差点都说了 说什么 没有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 不要偷跑而出 哎呦 我不要再讲2020 他每个人都逼我选一样 话卡在嘴里没说出口 但柯文哲一直是外界看好 2020总统热门人选 虽然还没说死选或不选 但柯文哲又是出访 又是拉拢小党 甚至还想自己阻挡 柯P政治路的野心 不只甘于当一位首部市长 Coco姐我请教 因为其实我们来看 这一次里面 大家说补选应该是 组织盘的巩固 是相对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看到 柯文哲推派的子弟兵来参战 白绿分手 科汗对局 就成为一个话题 所以大家也认为说 这是2020年的前哨战 所以三方阵营 蓝绿白 都是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 柯文哲在这一意当中 如果他还学不到进步的话 我不认为他有六月 而且你们也千万不要被他 自己在那边 自己跟自己灌米汤 这个给骗了 因为我有碰到一个 一个相关的绿营的人士 说他最近 他的朋友跟柯文哲 有一次深谈 是柯文哲找他去深谈 柯文哲根本对自己 要不要未来 有没有大位的寻求 其实是没有信心的 我常看中国时报 对待他的态度 中国时报这个 在他要阻挡那一天的 新闻第二天 苹果日报是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是三版下面 一个小栏 上面是王金平 说我只做四年 是三版头条 那这个前天吧 昨天的这个中国时报 你知道他是怎么登的吗 他上面有写一篇文章 你看他说 拿不出政绩 柯P败给自己 这是三版 三版 然后他的 本来友好的媒体 现在转弯了 不止友好 他本来是挺他的 那最好笑的是说 这个他的头版 有一个重点提要 叫做 没政绩又失网络声量 柯P扒着寒流刷存在感 那他 这个中国时报 完全每天在唱衰的 这个是指标 指标是什么呢 指标就是 柯文哲其实在讲 强盗说的那一天 有没有 各界化然 然后第二天 人家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讲强盗说 说美国是强盗 这个 台湾是强盗 那个美国是警察 你为什么这样 中国是警察 你为什么这样讲 然后就很多人问他之后 那个新闻 最后有一段是问他说 中国是不是有施压给你 你要讲中国是警察 结果他讲什么 他有一句话讲说 中国才不理我 中国根本不想理我 那他讲这句话 跟中国时报的 陆续的唱衰他 中国时报等于就是 每天敲他打他 敲他打他 中国时报背后是什么 据我知道 中国时报背后 应该跟国台办 他们是默契良好 这个知音知己 的关系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柯文哲不紧张吗 但我们显然看 其实柯文哲 他自己要走出自己的路 他有想到别的方法 你看我们看他 怎么会二三四月这么忙 二月呢 原来我们知道 他三月中心要去美国 但没想到二月底 他又排了一个行程 那我请教世界议员 因为呢 他要出访的是以色列 那这个部分呢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述 你说因为以色列没有柯文哲 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这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柯文哲 你要出国去拉抬你自己的声势 你借由出国访问 让我们社会好像可以去感受到说 你有一些国际上面的连结 那么这些做法 你要去你就去 问题是第一点 柯文哲啊 就是敲锣打鼓 糟告天下 这很奇怪 历届的台北市长 即便假考察真旅游 或者要这样绕着地球跑 他拼凑自己旅游地图等等 不管什么原因 历届的台北市长 至少没有这么高调的 那么在行前就讲得这么满 而且敲锣打鼓 那他偏偏这么做 为什么 即便他最崇拜的 历史上那个什么 雍正啊 乾隆皇帝 乾隆下江南 也是静悄悄的 为福出行啊 只有他 他不但皇帝心态 而且他糟糕天下 为了只是说 他要铺一条 他通往总统大选的红地毯 他自己下去铺 那第二点 这个可以看出他国际知识的浅薄啦 因为这四年半以来的柯文哲台北市长任内 他没有帮我们台北市去递交 递结国际上任何的姐妹市 一个也没有 他四年半来啊 所有的精力都在跟对岸中国 眉来眼去 甚至直接就抱中共的大腿 那这样子之下 其实这四年半来的柯文哲是 放弃国 放弃世界 独尊中国啦 那他这样子情况下 因为要选总统 所以他被察觉说 不能这样 好像要有一点国际上 其他的连接 所以他才凡然醒悟 那他就要去其他国啦 其他国他就举以色列 以色列他又耍嘴 他又说啊 以色列这么强大 旁边强敌 凡事都阿拉伯国家 那么以色列竟然还能活得那么好 那么强力的生存下来 那这一点 他稍微讲得有点人话啦 可是有点人话 他就 人家媒体问他为什么 他说不出来 问我 我很清楚啊 我说以色列在强敌 凡事下还能强力的生存 因为以色列没有柯文哲嘛 没有像柯文哲这种内神通外鬼的人啦 所以你看以色列 他们的女性同胞啊 有四成以上当过兵 而且他们国人上上下下 不分男女老幼一致 如果说要保护他们以色列 保护他们国家 没有第二种声音 那每个人都愿意站出来 而且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国家 对峙这么强烈 以色列啊 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去投资 以色列强大到他投资欧美日各个国家 大到那些投资 有办法影响那个国家 回来保护他自己以色列 那我们台湾刚好相反 就是像柯文哲这种的 每天拍中国的马屁 那让台商不知所以然 只好这二三十年来 大力 我们跟台湾刚好相反 我们把绝大多数的投资 超过75%以上的投资 都灌注到对岸 我们的敌人中国身上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其他的投资 都好像怕参加的就丢 没什么力量 那反而把我们最大的投资 统统灌到我们敌人身上 这一点是我们台湾跟以色列 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我再一次预言 柯文哲一定选2020 不管他自己有没有信心 我知道他自己就像 那个Coco他刚分析的人 对 你从柯文哲的专访里面 柯文哲讲 他说他现在晚上都睡不着 都必须吃安眠料才睡得着 所以我在这边 他不是一躺到枕头就昏倒了 所以他前后矛盾 表示他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所以我是建立柯文哲 你干脆把我送你的龙袍穿着睡 那这样你就不必吃安眠料 他现在对参选总统 他真的 因为他光这样看 他知道 其实整个社会对他越来越冷感 但是他一定选 为什么 那个贵 因为背后的那群人 不会放过他 背后的这群人 因为一定要借由柯文哲来参选 选得上能继续骗台湾 骗上大卫最好 中共不费一兵一卒 花最少最廉价的代价 就把台湾合并了 那如果选不上 也可以啊 让他捣蛋 兴风作浪 在我们台湾 劣解 绿色的力量 绿色的支持度 就是 他继续坚持参选 让民进党绝对不好选 因为我们不是鼓励赌博 但是你有打赌很多次 有人说你怎么每次赌每次输 那这一次你说赌这个2020柯文哲一定选吗 你有没有要下什么赌注 赌注我再想一下 另外的啦 跳淡水盒好不好 你这个栽赃歌 我只是建议而已 什么叫栽赃 跳淡水盒赌一下 选的话 没有问题啦 我再想大一点的case 大一点 让他思考一下啦 你不要 但清皇因为其实我们看 怎么一个台北市长 其实当然这个市长的邀约 之前也是有啦 包括2017年的时候 是赖清德他去参加以色列的 全球市长会议 那2018年是林佳龙 那今年是柯文哲 可是呢我们看了 他排的行程这么样的满 他的外交初级 目的跟用意 你怎么判断 其实他的用意 很明确啦 就是因为他的身份 是台北市市长 如果说假设 他一定要攻总统的位置 特别是什么 你说他完全没有想过 总统的位置 这是不可能 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本来也就希望 他可以往上再攻 攻到总统的位置 那么在这一段连结里面 少了什么东西 以市长来说 他其实缺乏了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国际历练 所以你有沒有发现 一件事情 他即便去找了 陈敏文的儿子来 其实在负责的部分 也是所谓的 对外事务的部分 最主的国际政筋战情势 最主的国际政筋的部分 那我跟他说 跟他聊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他确实对国际相关的事情 他也很显手 所以也表示说 柯文的希望补足的是 在这一块的部分 让一般的人觉得说 他支持者觉得 他在这一块也没问题 有信心 尤其是台湾面对的国际事务 比一般来的更复杂 是因为 我们同时又要面对 国际的事务 我们同时也要面对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处理美国跟中国 两边之间的关系 让台湾的对外事务 会变得比较复杂 那所以台湾未来 总统这个位置 就过去我们一直都要求 他一定会要有什么 要有国际相关的历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柯文哲必须要去证明说 在这一块 他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知道国际事务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记不记得之前 他有收外宾的这个礼物 然后他又说人家 这是破铜烂铁什么的 还好他后来有修正 比较没有在讲这些 你讲的就是当初 2014他当选之后的状况 他当选之后 那一次他遇到外宾了之后 说人家这个是破铜烂铁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一笑自知 那对他的自知度 也没有太大伤害 是因为他的位置 就是台北市市长 所以你不会对他要求到 就是说对两岸 对美国 你必须要有什么态度 可是现在的问题不一样 是因为他已经怎么样 被接受了一个 或者说他自己主观的意愿上面 想要挑战总统这个位置 那想要挑战总统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想想看 过去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其实他都必须要怎样 对国际涉外事务 他还有相当的了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到柯文哲现在 必须要补足这一块的了解跟论述 而且很大的问题 是在论述的部分 所以你看 这里面其实有个很大的起义 是在于 他当初把强盗说 这个东西抛出来之后 柯文哲的支持者 可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 他只是一个辟语 可是对很多的一般的选民 尤其是中间选民来说 会有一个疑虑是在于说 这样的说法 其实显然你对国际事务之间 是不是认识不太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会发现 柯文哲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要补足国际对外的部分 然后补足自己的两岸论述 那这一块 其实就是柯文哲很大的挑战 所以你会发现 他自己的讲法也是讲什么 柯文哲自己的讲法也是讲说 对于中国这个东西 跟中国的关系 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名词 要有一个新的论述 去涵盖他的观点 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 他所提出的观点 能不能让大家接受 所以这里面就考量到 牵动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要看的是 六月之前 这个国民党到底是谁出来选总统 然后民进党是谁出来选总统 这个会影响到柯文哲的判断是 因为你可以发现 国民党一定有一部分 至少35%的选民 那个绝对不会是什么 不会是柯文哲 跟民进党碰得到的支持度 那也就是说 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 是在竞逐那65%的支持度 那么那65%的支持度 柯文哲要胜选一定有个条件 他必须要把民进党的候选人 是压到20%的支持度以内 所以对他来说 他所提出来的论述跟他的主张 还有他相较于民进党这个候选人 能不能拉到那个支持度的落差 那个是他的观察指标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柯文哲对总统这一局 他其实是有期望有想象 但是他不一定会出来选的 原因是因为他还要看到时候的 所谓的三方的互动而定 因为这已经不是传统 我们讲说蓝绿对决的局 他其实是有个三方的局 尤其是什么 柯文哲在40岁以下支持度 其实还是怎么样 其实还是高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有一块他很忠实的支持者 所以他可以出来叫牌 可是这个叫牌最后的结果 还是取决于什么 还是取决于说 在2020的总统大选这一局 选民最后是怎么想 而且选民最后怎么想 这有一个落差是什么呢 在2018的大选之前 选民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说 就是我对执政有哪些的不满不满 不爽的部分 他需要出口 可是2020的大局 显然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因为2020有个很大的局势 是哪里 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变数里面 有可能让什么 让人民从本来 我不满民进党变成最大党 变成是我反对共产党变成最大党 那个所带出来的选举结果 就完全都不一样 范老师 因为其实我们看 以色列之外 那当然最重要的重头戏 就是要去美国 一共他要去九天 四个大城市 那其中亚特兰大 是因为是姐妹式的关系 那他有特别先 好像不知道是事前消毒 还怎么样 说他们所重视的形成规划 出访不是比规格 我们要比的是内容 那柯文哲他就有强调说 华府因为他是首都 参众两院都在那里 因此我们要去那里 say hello 然后大家会好奇的是 你看你不久前才说 强盗抢银行 警察在旁边看 而且你又莫名其妙的比喻说 警察是中国 那银行是美国 那美国身为世界大国 他说他也是一个打预防针 人家看中的是趋势的 不会再呼这样的一个单一事件 先消毒 怎么看 柯文哲一直被大家诟病 是他没有什么的价值观 他的唯一的价值观 其实就是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那其实你可以看 柯文哲他最近接受 那个媒体的访问 你会看出来 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来而不往非离也 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对我攻击的话 我一定会反攻击回去 就是这个有仇不报 非君子这种概念 为什么你看他从政就看得出来 他2011年大杰 那时候他因为艾滋病 那个所谓的移植案 被当时的监察院弹劾 他觉得那个是马英九在搞他 所以他2012年 他就参加了凯达格兰学校 那时候蔡英文要选总统 他公开支持蔡英文 所以他当初的 他在专访中还讲 他说你看你国民党当初搞我 所以我就 我就逼我出来 复仇者 所以他参加台达格兰学校也好 或他当时支持蔡英文选总统也好 完全不是基于他的政治理念 而是基于说你国民党搞我 我搞回来 是这样子 然后到了2013年 调查局进一步去约谈他 说他怎么经费 郭柯会的经费报销 他觉得这又是国民党第二次的 对他的攻击 所以他直接参与201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当然那个时候因为太阳花学运 他还被拱为一个明星 所以他趁胜追击 对国民党进行一个再次的攻击 他的态度是这样的 然后你看到后来他说 有关于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 要你看那个当时你们如果不理让我 就搞到今天 你看这个韩国瑜当选 然后我柯文哲当选 他也在嘲笑民进党 你们当初联合起来搞我 我今天我是个受虐儿 我今天要反扑回去 他永远是这种报复的心理 但是他没有什么价值观 他也没有什么理念 唯一的就是政治利益 不过其实我们来看看 他市政到底做得好不好 我们现在有两个议员在这边 先请教明贤哥 因为我们看看 严考会自己做的民调 那他做出来是怎么样 我们看看 他其实那时候刚上任的时候 满意度 因为大家还在蜜月期 满意度7成5非常非常高 隔年就开始有一点下滑 微幅下滑6成9 那之后2017年两周年的时候 好像突然有一种跳水式的 变成不到5成是4成8 那现在我们看到2019年最新公布的是5成8 那其实这个分数我不知道要怎么看 因为如果用5成8 58这个数字来看 他是不及格嘛 但是呢我们要怎么看 他这样子一个整个数字上面的呈现市政满意度 柯文哲第一任的任内 其实比较具体的政绩的话只有北门嘛 那其他的部分 当然世界议员可能认为说 柯文哲可能连北门都不算政绩啦 但是开车过去真的是有市政是 至少那一块北门那边是有改变 是也变得很辽阔 比较漂亮啦 刚才北门那些其他账目 没有啊 公宅跳票啊 柯文哲任内目前完工了才273户而已啊 你看对年轻人居住正义来讲的话 大最重要嘛 低薪靠房价大家都面临到这个问题 你柯文哲有解决了吗 你的问题你有解决了吗 没有啊 交通问题 比如说我躲来后嘛 来后出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录影要出去了 太惨了 尤其是最近 礼拜五啊 过年又到了啊 塞车 我不知道青红出去 你塞车都塞爆了 昨天在友台录影 然后要到市区参加一个尾牙 开了一个小时 他还可以推给是马英九 那时候都市计划设计不好 对 你不能推给前朝 你说推给前朝都可以 你市长已经做了四年多了 你完成什么 你对内府的交通规划什么 通环线 好 你即将民国110年动工 你对替代方案是什么 也没拿出来啊 我跟交通局要资料 跟捷运局要资料 到现在一个月都没有给我啊 我说你替代方案 如果瑞光路开始捷运施工之后 车道会不会缩减 那你的替代方案要走到哪边去 我现在书面咨询 叫他送资料给我 一口都还不合我 他不是效率很高吗 世间议员更敢出啦 我现在一个月都不给啊 停不出来嘛 所以我们有在做监督啊 那你的市政做到哪里去 真的很多是可以质疑他的 民贤客监督力道要再强一点 那满意度的部分呢 世间议员 因为他说满意度要超过六成 这很困难耶 不容易哦 贵啊 确实是不容易啦 如果尤其要像他这么吊铃铛 又要作秀 要把首都市长的官房资源拿来当自己的政治舞台 然后又要让市民嘛 因为这样必须骗来骗去 确实 因为我们选民毕竟不是傻瓜 选民被骗一次两次 那被骗多次的会看清柯文哲的真面目 所以柯文哲讲的也对 满意度要六成 以他啦 以他那个鸟样子其实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看历届市长 人家有没有 我就讲 别台座 别的民调 我们就放一边 我们以同样四政府严考会的民调 我就讲他的前三任这个市长 陈水扁 马英九 郝龙斌 那陈水扁那种超高规格的我们不讲 我们就讲做最差的郝龙斌好了 郝龙斌 两任八年 不管是市政满意度或者分数 他通通在及格在六十几分以上 同样的这个市府的严考会 那陈水扁更不用讲 陈水扁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史以来所有市长任内 他支持度满意度各方面 不满意度最低 那满意度最高 他超高达七成八的满意度 所以柯文哲所谓的很困难达不到 那是你柯文哲 以你的能力 以你的心态 那你真的永远都不可能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范老师讲得很好 柯文哲一切啊 他的心态都是在报复 他那个人家说 君子报仇三年不完 柯文哲是小人 小人报仇一天到晚 那你看民进党稍微 他K民进党都可以 他K各党 K我们的台面上 大家在评论他的人 他K人家都可以 人家稍微K他一下 他就讲得在年轻朋友面前 他就策动他的网军如何的羞辱霸凌你 那么大家可以看 前四年半以来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政坛跟言论市场上面 其实弥漫着一种对柯文哲的歌功颂德 然后对强烈批评监督他的 大家筋若寒残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会导致啊 这个一种造神运动出来 所以柯文哲其实是我认为 我这边不客气的讲 我们社会上有相当的一些人 跟媒体跟评论的人 长期姑息柯文哲 纵容柯文哲 我们下一段继续来谈 就是柯文哲他的确是有意要卡位2020 那绿营这边呢 也有独派在逼宫蔡总统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 柯文哲他在2020这个思考里面 当然他说要等六月份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认为柯文哲不适任的声音 其实有渐渐的出来 我要请教时期 因为我们看 我不知道苦林他怎么会跟柯文哲杠上 因为他有好多的评论都是认为柯文哲不太适合 他之前就在脸书上说 四个没有 他认为柯文哲缺乏的特质里面 包括没有修养 没有能力 没有原则 没有中心思想 他认为柯尔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那在写完这边就有很多的 不管是柯粉柯黑 大家就在他的脸书上面有很大的一番论战 好 他后来又在脸书上表示 他要澄清解释 他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听得下去 他怎么说 他说受欢迎的不一定受尊敬 有魅力的不一定有能力 选总统并不是在选谐心 各位柯粉 这样你有了解吗 他是这样子来论述 来 施琪 当然苦林就是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讲的也没错 也就是说 能力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譬如说台北市 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这个研考会的民调 的确在历任的市长里面 过去三任 然后柯文哲其实到第四任是最低的 就好龙斌都有六十几% 好龙斌也有六十几% 好龙斌都是六十几% 然后那个马英九是六十几 差不多接近七成 那陈伟扁当然就是七成多 接近八成 那柯文哲怎么好意思说六成不太容易 对所以他帮自己的解释是说 这个要几个不容易 不容易可是前面全部都有 所以你摆明了就是 没有人家那么好嘛 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选总统的话 其实对于两岸外交这些必须要有基础的认识 我强调是基础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 选总统你就是捍卫国家主权 你就是顾好台湾 然后你跟美国不能翻脸 你跟日本也必须要友好 那有办法的可能在两岸之间起码你多有一些基础的信赖 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那可是因为柯文哲在谈到两岸或者是外交的时候 其实他引起的内部的反弹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是在两岸的时候 他谈两岸对于中国的态度 其实国内是有强烈的质疑的声浪 好就算你处理好两岸的关系 那对美呢 你对于世界的局势呢 你对于台湾在亚洲战略上面的位置呢 他现在在补习了 那所以你在还没补习之前 你嘴巴就要闭好 你就不要乱讲话 譬如说他在讲警察啦 强盗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他二月又要去以色列 以色列跟美国买多少武器 你是要去以色列问说 请问你们扁钻子多贵吗 这种话其实都凸显了 他对于外交上面的无知啊 他对于国际情势的这个愚昧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当然觉得说你要 你有心要学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应该在你 还没有一些基础的时候 你就啪话就讲出来 你要去三月要去美国 你为什么之前要惹美国呢 你先去惹毛了人家智库 然后你又 你又讲人家是银行 大家要去抢银行之类的 所以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 美国对你的信赖 那在这种基础之下 其实凸显的都是柯文哲 对于国际上面的不显手 不了解 然后并且莽撞失言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 对于选总统来说 大家是会打分数 因为选总统跟选市长 选民要求的格局 就会不一样啦 所以当苦林写了 他认为他判断的这个柯文哲 某种程度我觉得 当然是有他的根据 这也是因为柯文哲 你自己过去 过去这段期间以来的表现 让人有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我会建议柯文哲说 你如果真心要选总统的话 其实你应该要扎实一点的 去对于国际的局势 对于台湾在战略上面 亚洲战略上面的位置 你应该要多一点的认识 然后培养自己的视野 而不是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或者是你太着重于 跟中国之间维持友好的关系 而偏废了你跟其他国家之间的 跟美国之间 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会觉得你反而会在台 你会使得台湾 有一些失衡这样子的感觉 这对他来说是扣分的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 柯文哲他访美九天很久 那在这时间里面 他会不会又不小心 说出了什么样 感觉上不是很登大雅之堂的话 不过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话题是 这个专访蔡苏配遮起来 大家想说到底是哪一个苏 是大S还是小S 好来看 苏嘉全 他说他有意思要接受挑战 到底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这个VCR 这个台湾就怎么办 这是浪 布袋海巡假日也得走透透 防疫出温 总统哪有休假就不是 国是重要 同旬小英备战2020 党内同样蠢蠢欲动 2012年蔡英文搭苏嘉全 选过大位 有没有可能搭档再来 现任立法院长苏嘉全被问到下一步 她说我是一个挺话的党员 乐于接受挑战 全力以赴 指的是什么 很难不联想到2020 就是说如果蔡总统需要她 她当然她也不排斥 我觉得如果是找这个苏嘉全 她可能加分的幅度 就不会比赖清德那么高 学者说得很白 2020蔡总统想要连任 最加分的副手 当然是赖清德 卸下格魁工作的她 超级羡慕下来 昨天去见解 今天在游和 赖清德的先晕夜鹤 存在感却一天比一天还强 也不可否认 就是赖清德她的个性上 比较有个性 副总统通常就是 她不太有太多意见 因为她有这个卑微元首 所以她就是 基本上就是站在一个辅佐的角色 2016农历年还不到 想表态的 想被拥戴的 都想被看到 难不成我们现在2020 那苏嘉全之前 2012已经跟蔡英文 有做个搭配选副总统 那这次有可能会回锅吗 听听看她是怎么说 她因为明年就会卸下 立院的龙头 那之后会不会可能 还有一个蔡苏沛 请教寇寇姐 因为她自己的这个说法 蛮有玄机的 因为她说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党员 所以我乐于接受任何挑战 但是也不会恋战任何的职务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找她搭 她就会点头 这样的意思吗 当然要看那个 蔡总统会不会找她搭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 可能性不存在 但我先讲一下柯文哲 你说她到美国去 会不会讲错话 她是一个欺散怕恶的人 她到了美国一定乖的 跟小白兔一样 千万不要太高充 至于去以色列 以色列那个国家 那她是国际孤儿 以前我们跟台湾怎么比 我觉得要去之前 不要丢台湾的台北市 首都市长的脸 你还是好好上个课吧 其实2016年赖清德去过以色列 然后她跟以色列的 这个耶路撒冷的市长 有一个非常好的对话 那在赖清德的脸书上面 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记录的 换句话讲 就是我对柯文哲的这个理解 就是我希望他出去 不要有一己之私 你的团队也请把中华民国 台北市放在眼里 因为你不是中国台北 你出去之后 人家可能会以为 你是中国台北市长 那可麻烦了 再先这个提醒他 第二就是苏嘉全 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 那他的优秀在于 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他要选总统的话 他的意识形态上 他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我们他看 他当立法院院长 那他必须各派人马都 调和顶奈 第二呢 就是他 你必须承认 就是他在当立法院长的时候 他隔壁邻居就是总统 所以他隔壁邻居是总统的 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 那事实上其实这次选党主席 一开始是有一些人 劝这个苏嘉全选的时候 苏嘉全那个时候是觉得 如果说党真的需要他 他也没有 真的没有反对 那个时候他们 据说他们在初期讨论的时候 其实这个总统 这个蔡英文 也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决定 当然后来 因为大家认为说 你洞见观瞻 院长要辞掉 可能是杀鸡用牛刀 再加上立法院里面 也有院长的改选的问题 所以怕有政治上其他的效应 所以就由终生代来选 反而就变成了 还是另外一个选择 所以我不认为蔡苏佩 是不可能的 而且蔡苏佩也不会比蔡赖佩差 而且我一直认为 但蔡苏佩 我们说的是小S 如果是大S的话 你觉得也有可能吗 你说是苏贞昌吗 对啊 因为有人在推测说 不可能 因为苏贞昌先生 他本人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定位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他表现出了一个非常超然的心境 这个超然的心境 你可以在政治人物多番历练里面看出来 当他自比他是丘吉尔的时候 我觉得他非常知道 你知道丘吉尔是有政敌的 那时候他跟张伯伦 那个老师盯着他的前首相之间 有非常多的恩怨 那后来他在大局之下 他去做了首相 那做了首相 那丘吉尔定下了他的政绩 可是丘吉尔后来还是被 还是离开政坛了 那苏贞昌 他在上一次做院长的时候 后来是因为他们党内 有选举的关系 所以他的那个政绩的显现 不像在台北县长这么的优越 他在台北县长他虽然选输了 可是他还都记得 因为任期也太短了 对 所以他这一次这么重要的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一上任就有那种雷厉风行 这个非常有魄力判断 特别是那个防疫的时候 他们要求所有外国人 这个你如果不交二十万 然后你如果被抓到 就把你遣返 而且就真正遣返了 我觉得这个慢慢累积出来 有苏贞昌风格 我不认为他会 因为他也知道 他不应该 我这样讲可能不太对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苏家全我认为有可能性 而且我也认为赖清德 不太可能再赖培 真的吗 我还认为蔡英文 他如果要让民进党 能够多一点人才的训练培养 多一点的情况 在选民当中 多一点穿透力的话 那在三月四月以后 赖清德的定位 跟赖清德跟蔡英文的合作 可能有一个别的关系 或是别的联盟 但是苏家全他 苏家全是非常懂地气的人 苏家全是很会选举的人 他上次逼那个胡志强 已经逼到多少 只输几万票 对不对 那苏家全他是 平常他在台北做院长 可是他到屏东去 他回到他的家乡 他也是有非常多 在地的这种凝结力的 所以如果是这个 小S配 这个小英的话 这个英S配 我不觉得 不可能 我只是我的看法 都是屏东人 都是屏东人 这样就没有地域上面的平衡了 来 清皇怎么看 因为其实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苹果他会想要找苏家全来做专访 也是有一个 他们可能想要 做一个政治上面的 就是沙盘推演 那可行性的这个部分里面 那你觉得说 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它解读 延伸有弦外之音 我觉得他当然就某种程度 他其实是已经开始要推敲 就是说2020这次选举的大党组合会是哪几种 尤其是排列组合为什么重要是在于说 民进党这边大概很确定 就是一定是蔡英文总统 他怎么样呢 他当民进党去选总统的代表 可是问题是在于副总统是谁 这个指标意义其实就很大 尤其是什么 在这次大选里面 为什么我们说2020的选举会这么让大家高度关切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一个柯文哲因素 那柯文哲要选其实也牵动什么 牵动在选民基本结构里面的流动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在这次选举里面我们会看到 除了以前我们看到的蓝营的选民 绿营的选民之外 在40岁以下这一群年轻人里面 其实他没有很强烈的政党的意识形态 现在的中间选民反而其实是蛮大一块的 对 因为他没有这么多历史情节的认同 比如说我就是支持国民党 或者我就是支持民进党 那你知道民进党很多支持者是觉得说 我就是跟着台湾民族走来 一路打拼过来 那个情感情节其实是很重的 所以他们以前可以 民进党说怎么配票 即便我可能不见得认识那个候选人 这样配也没关系 可是问题是在于40岁以下的这些人 他有很大的因素跟过去不一样是 他不认识这么多的政党因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蔡总统这次在挑他的副手搭档 是哪些人可以争取到这些年轻人的支持 或者巩固他既有支持者 这两股力道就都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蔡总统执政以来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民调支持度 跟之前他所得到的支持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中间的落差是在于 少掉很多我们所谓积极选民的表态 什么叫积极选民 传统上的积极选民是那种 像洪尚涛一样 就我主动去帮你拉票 打电话说 拜托拜托 你一定要打我打个 那个叫传统的积极选民 那现在年轻时代 有没有这种积极选民 有 他会在脸书上面 他会在社群上面积极的帮你辩护 他去帮你讲说 他的主张是什么什么 你们不要这样子抹黑他 这种积极选民 其实是蔡总统执政以来 少掉最大块的部分 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蔡总统这一波 他所谓的声浪回来 是积极表态的选民回来 那这些积极表态的选民回来 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 他之前是很积极支持蔡总统的 可是在过去蔡总统执政 不管是一例一休也好 还是不管是我们看到 其他相关的争议的政策 因为他会觉得你在反复修正的过程 我帮你前一天讲的话 隔天就被你打脸 那这样子我问你 谁还要帮你辩护 所以积极选民在这一波 所谓的习近平的因素回来之后 这些人回来了 那接下去的问题是什么 接下去的问题是在于 你怎么样去扩大这一块 对你的巩固跟支持 所以这些人会看什么 他一样会看你的副手是谁 所以这时候提出来 不管是赖清德也好 苏家权也好 我觉得其实都考量是在于说 你去怎么样去吸引这一块的选民 对你的认同跟支持 所以你没有发现 现在做事的部分 我们讲说行政院做实事的部分 是交给谁 是交给苏贞昌 但是在整个在对外面 在把自己的形象巩固好 尤其是清明的这两个字的形象 现在是蔡总统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你想想看 他拉出来的一个副手 因为现在眼球已经被你拉回来了 你现在决定的副手是谁 对这些人重不重要 重要啊他一样会看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不管是苏家权或赖清德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现在都有一点看风向的味道 那个看风向的味道 就像是在判断说 现在是哪一群人会支持 现在这个副手的人选 所以我觉得那个 不管是赖清德也好 还是苏家权也好 现在都还没有到完全定案的时间 可是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未来这三个月内 台湾的新的民意支持 还有没有新的走向 那范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在看 副手当然是要扮演一个 加分的效果嘛 那现在这两张牌里面 苏家权那大家一直在聊的赖清德 你觉得谁扮演的加分效果比较强 我想当然如果以加分来讲 应该还是赖清德 因为苏家权他当任这个立法院院长 他的媒体的曝光度比较有限 而且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他有印象的 可能是当屏东县长的那些政绩 但是也是比较遥远一点 所以我觉得当然赖清德 因为他的形象我不需要讲 就是说虽然经历过 这个一年多的这个行政院长 事实上已经被消耗了一些能量 不需要讲这个不可会言 就是说因为中央执政的不利 造成这次的九合一大选的民意党惨败 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受伤 对他 但是他如果暂时跟政坛保持距离 我认为他的恢复的这个复原的程度很快 很快又复原 那我想到时候他再过一半年再过来 出来可能大家的印象 可能又会回到过去那个比较正面的形象 或者比较美好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再去评估也不迟 我觉得现在这些大佬有点操之过急 那因为一切还是要看未来的政局的发展 不含就是说 苏元昌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内阁带起来 至少我们目前看起来 目前节奏还不错 还不错 不含就是大家看到这两天讲的非洲猪瘟 你如果没有缴20万的罚款 我拒绝你入境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见局旅集 否则他进来之后 他来旅游然后走掉跑掉了 你还是收不到这个钱 那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那讲我们现在来宾各个属意 就是心有所属的对象都不太一样 到底是什么配合 我们现在这些意见比较分歧 那事件议员你心里面想的是菜什么配比较好 我还是先简单讲一下柯文哲 他冷静一下 卖客配吗 柯文哲他为什么跟中国这么亲近 柯文哲跟中共政权 他本质其实他们是一样 我简单形容中国就是三个字 紫老虎 那柯文哲就是这种紫老虎 柯文哲这四年半来的崛起 他靠的就是虚张声势 自我膨胀 跟中国一样 你看中国自己自拍那种 自己看了很爽的片子 厉害了我的国 然后同样柯文哲就是那样子的手法 紫老虎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是一定选 但是一定选不上 没有他一定选 所以你们一定要派出很强的 才能够跟他有这个 把他压下去 我们变成我们要赢的 不只赢国民党 我们还要割掉一块 就是会被柯文哲骗去的 所以我们要赢的要赢更多 赢多一点来让柯文哲骗走一些 那么我倒是对于说 2020总统的配 我认为基于我们22年前 宪法的修订 有带一些缺失的地方 就是那个改良式 混合式的双首长制 也就是总统跟最高的行政所长 行政院长 那这一些问题 所以我认为在没有修宪改正回来之前 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已经不是所谓的 那个总统副总统配而已 我认为要三个配 所以我主张 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 三个一并讲出来 所以在我看来 在选举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行政院长先排好 说我要指谁 因为你看上回我们小英当选之后 后来来的行政院长 那多数我们绿色支持者 即便那位行政院长不是做得太差 也有被妖魔化的部分 不过多数绿色选民是不支持 所以我认为要让社会有更多更大的期待 也是表示我们民进党要对全民负责 我觉得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一并三个一起配 所以我认为的梦幻组合是蔡英文 赖清德跟苏家全 小苏 小苏是德魁 你的梦幻组合是这样 对 我认为这样 因为我的看法是说 这刚好也符合赖清德他的性格 赖清德他2020暂时做卑微的角色 那一方面他可以仰望 一方面他可以看得又更多 那么苏家全是一个 其实他很有能力 他的资历 阅历也都很丰富 但是一支没有一盏长财 一丝报复的那样子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苏家全非常适合 尤其他在年龄上 在性格上 他大概是一个小苏贞昌这一型的 那因为苏贞昌 游锡坤 谢长廷 他们这个国家到来 我们台湾的很宝贵的资产 其实他们已经对政治无所求 我认为苏贞昌这一次会出来 就像谢长廷他会去驻日 跟游锡坤 他们没有要求任何的职位 是因为他们基于对我们台湾的大爱 那过去他们认为他们奋斗的 他们该付出已经做了 他们现在站在最后能够帮台湾的 我认为苏贞昌已经没有无至于大会 那如果也能好好把这一年半做好 我认为他这是最后的一战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搭配是 蔡 赖 小淑配 好 世间议员有提供我们不一样想象力的 这个梦幻组合时期 因为其实我们看 这梦幻组合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的都不一样 但是赖就是 现在在独派大佬 郭宽敏的他心中 可能不只是一个副手而已 他就讲说 你看蔡总统四年做得很辛苦 他是要说 我们绿营如果不分裂的话 没关系啊 你蔡总统也可以开口啊 你就去请赖清德来选总统 不就得了吗 他这个想法是 听起来是还有一点天真啦 但是我们看一个场合里面 这个是台湾四线基金会开幕式 那郭宽敏出现了 我们不意外 因为他的活动嘛 但是赖清德也不辟会 他们也有一起 就是在一起的这个 会不会给人家有一些过分的解读 会 我直接讲 我觉得一定很多人会有一些 其他的联想啦 郭宽敏这个 他的立场 我相信跟登报四老一样 他的论调是说 他认为只要推赖清德出来 就可以避免民进党分裂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那么的 了解整个状况 我的意思是说 是吗 那如果派别人出来 难道不会有一声吗 就是不一样的声音吗 未必啦 那所以 独派希望赖清德出来选总统 这件事情 我认为 就是在整个绿盘里面的 一部分人的声音 那如果从赖清德的角度上面来看 我提供一个资讯给大家 就是说 赖清德自从卸任了行政院长之后 他在脸书 他就秦宇发脸书 我们刚刚提到 他的每一则po文 譬如说他换一个大头贴 翻个书 三万多人 然后他声援郑立军 然后他去看围观大楼的这个受灾户的 每一则大概都是一万左右 接近一万或者是一万出头 他也po了他去自线 自线的这个活动 不到 就是两千多 也就是说 落差很大 对 落差非常 只有两千亿 对 落差很大 也就是说 第一个 自线这件事情 在目前的台湾 不是很能够引起 大家共鸣的一个话题 第二个 是赖清德出席了这个场合 恐怕也没有办法 获得大家的战胜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指标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提供给 郭宽敏老先生做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 现阶段我不认为是 讨论这个事情的最佳时刻 为什么 是因为状况仍然在变化 也就是说 蔡英文的声量开始 有翻过来的趋势 苏贞昌的带领 领导的强度 看起来在内政的部分 是也开始翻转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台湾的政治本来就是 变化非常的快 所以你要在现在就决定说 这个蔡英文下 赖清德上 我会觉得有一点太过武断 但是顾开敏其实也讲到 他在那天的制线的那个 活动之后 他也讲到说 受访的时候 他说就要看这个蔡跟赖 看是蔡赖还是赖菜 这个他们自己去讨论 前提是说 蔡跟赖两个人 必须合作紧密的合作这件事情 对于整个绿盘的凝结 团结是有绝对的帮助 只是说那个位置上面 应该怎么排 现在谈我坦白说 有一些太 我认为太早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还来看看的是 在蓝营的部分 马王两个破冰 而且还会谈 互相赠送苏集 那这个破冰 为的是什么 想的也是2020吗 休息一下 稍后来 好 这一part我们来看 蓝营的各个太阳里面 2020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有什么样的作为 那其实看到的是比较特别 因为马前总统他之前出书 大家都聚焦在说写那个 马王斗的那一块 那看到的是 他跟王金平两个人 也破冰也会谈 一聊就是45分钟 那要过年了嘛 也要送一些礼盒什么的 那两个人看起来是 相敬如兵哪里上往来 那这个到底在言哪一出的 蓝营贤哥 刚刚谈完绿军 蓝军其实也很热闹 那大家几个天王的热量 声量的部分 我自己感受很深 我这几天我都休假 我都有去菜市场发春联 那发春联的时候 你是发你自己的 还是发马总统的 我两个都有发 马英九的我也有发 我的也有发 然后也有遇到 大概十个里面有两三个 说怎么没有韩国语 都要跟我要韩国语的 没跟你要吴敦义的 我没有拿 中央的有 党中央我有拿 可是大家所讨的热度 没那么高 韩国语的热度还是最高 那马英九的有人拿 有人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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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反马的力量还是有 所以马英九的热度还高 所以在蓝军来讲的话 支持韩国语选总统的 声量还是很高 可是韩国语 如果你说他直接选2020 挑战难度高不高 他跟柯文哲是不一样的 但是明显哥 就是说为什么 马英九跟王金平 需要有这样一个破冰会谈 他们里面在想什么 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利空 把它出尽 我先讲 马英九到底有没有选2020 他没有松口 可是我认为说 他想选的意愿 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马英九他可以作为说 他可以整合 王金平 乌敦毅 朱立伦的一个 他要扮演在更高的一个角度 就说是一个上位的一个 具有那个高度整合 我认为说他卸任了 因为我跟他聊过 我跟他有互动 我不认为他想选 这一趴你要不要也来打赌一下 没有啦 我跟世间议员不一样 世间议员可以跳过来跳过去 跳过来跳过去 跳来 你也可以啊 我没有他那个勇气 没有 这表示说 你的判断力到底够不够 你打赌的话就是说你的你知道分析啊 政治分析到底够不够 淡水和鸡头盒学一条 没关系啊 景美西也可以 加上 世间议员真的是起这个例子很不好 没关系啊 你跳游泳池好了啦 跳游泳池 没有请大家吃鸡排嘛 请在座人 所有请制作单位吃鸡排好不好 再加珍珠红茶好不好 反正就不会选啦 我跟他聊过 他对于核能这些的国家大政 对于两岸的未来发展 他有兴趣 他有关注 可是他回来选总统 他没有 他没有那么高的意愿啊 那至于说其他的 王清平想选 而且即将年后就会宣布 那吴敦义也会想选 朱立伦也会想选 可是这三个人相对的都有他的利空跟利多 利空的部分 王院长的利空的部分 就是很多深蓝的 包括亲王讲的 黄鑫星对他有意见嘛 所以他必须破除啊 然后他去见马总统 我觉得双方破冰 2014的那个太阳花事件 对国民党是很大的伤害啦 当然除了两岸政策的路线之外 那对于国民党说 给外面新租的印象就是说 你们这些台面上就是 大家抬过来抬过去嘛 所以国民党的正式的分裂 就是2014的太阳花的那一次的事件 所以朱立伦跟洪秀柱拜年和解 也是同理可证嘛 朱立伦他很大的一个灶门就是换柱 换柱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包括很多深蓝的都认为换柱 换柱对朱立伦到现在迟迟不亮解 所以他们两个 真的啊那些人还是不谅解朱立伦 还是不谅解到现在还是不谅解 所以两个破冰和解的时候站在一起 那希望传递出去说 希望你们这些基层的知识者 为了大局啦 为了国民党可以重满执政啦 你们就过去了忍耐一下 因为兰郡跟民党的知识者是不一样的耶 民党的知识者一说 为了真的为了大局 他可以含泪投票 国民党不是哦 他们真的会气气在心里 没投票了没投票 没出了没出了 所以你说做这些动作化解破冰 到底能不能真的化解内心多年的那些积怨 我觉得还是未知数啦 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深蓝的对王院长说 你就是蓝皮绿骨 所以王院长就一定要解释说 他是蓝皮台骨 那这些解释能不能化解 深蓝的这些心中的怨恨 或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些人的心中的恨能不能解决 我觉得靠这些天王的努力努力去化解 否则我觉得6月嘛 6月是一个关键嘛 那国民党大概4月5月要初选 那如果在初选之前 这些利多没有消除的话 对于争取大会人都是一个障碍啦 那康康姐 因为其实我们看这几张照片里面 那看到刚刚其实明贤哥也有特别提到说 大家各自的动作盘算是什么 那有一些近视前嫌的部分要赶快做嘛 那其实我们比较往下来看 就看到吴敦毅这一块 他现在也在经营网络的部分 那他po出了一个说这个情书大权 感觉他有点像是要搭韩柳 因为韩柳不是说要出情书大权吗 那你看他po的这一篇 说什么国瑜兄 听说你最近要出版情书大权 你看看我这个句子行不行啊 他就是跟老婆牵在一起 然后就说见你第一天 我连恋爱的自由都放弃了 会融化吗 现在这个大家都做网络声量 他们可以简化自己 在民调上面逐渐下跌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负面趋势 因为至少你也进入了网络 现在网络其实到底声量啊 是正的是负的是高是低 是另外一回事 而是他的态度 态度就是他很积极 他愿意跟网络的这个世代来做沟通 当然网络世代其实现在是老中青都有了 那只是可能我们被比较知识化的说是年轻世代 但是网络世代他也是比较无情嘛 这个一夜之间可以翻脸的 但是我还是支持 国民党就是一个虚角的文化 就是假先来假先去的假掰到几点呢 拜托王金平跟那个马英九两个人 我觉得王金平做的事情 我对王金平本人没有什么样的大的意见 但是罗文家说他是蓝皮利益骨 这个才是非常精准的解读了王金平过去数十年来在台湾政坛 他的一个独立的风格嘛 那这个独立的风格对年轻人来讲会支持吗 对中间选民来讲会支持吗 我也不觉得 那其实国民党最好的人选还是朱立伦 我也认为朱立伦最后出现的可能性是在的 但是朱立伦的个性 有的时候他会白天想要往前冲 然后晚上回到家 他又点往后退 所以朱立伦身边缺乏非常强力的企图心 很够往前冲的政治幕僚 因为他他身边的重要的人 过去都是媒体界的人是吗 那据说现在是有些调整 可是你看不出他身边有那种非常非常 让人觉得是有目标战略 甚至于他不给人一种基金会赤智库在他背后的感觉 这是朱立伦最大的问题 那小英不一样 小英在2012年败选之后 他有这个党的这个基金会之外 他有一个小英基金会 小英基金会的耕耘是到各个地方 小英他过去319乡镇 现在当然不止319乡镇 他每个地方都去参加红白各种聚会 而且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做赖的群组 他的耕耘是用陆军的方式做的 所以朱立伦我觉得他要踏实一点 那朱立伦的对手 那现在的民调看起来是王金平嘛 那王金平释放出来的消息是要王朱沛 那如果说王金平的民调一直拉不起来 然后这个吴敦义那边又有党员的 甚至于还有什么一票变两票 你们国民党还真是一想天开呢 那这个又是什么美国初选制 这不可能的嘛 一票变两票 你们国民党会革命啊 武昌起义都会起来 这有争议了 我认为吴敦义主席 他是一个被冤枉的政治人物 事实上 你对他的评价是相对比较高的 我们长期接触他 你知道他是从记者台北市议员 然后开始又做高雄市长 那时候也是被李总统派过去 然后在高雄市长 他跟四大家族不敢违背 所以他没有什么 他的历练是其实是几个 他是非常完整 而且他最重要就是 他的讲话可能不够约制 可是国民党今天 回到这样的地方势力的大翻转 难道吴敦义没有功劳吗 我觉得吴敦义真的蛮可怜的 他说高雄陆军也是我派的 空军也是我派的 这事实 潘恒旭是他派去的 因为潘恒旭本来帮他做主席的选举 而他也当选了 然后潘恒旭他派去 派到这个韩国瑜身边 那韩国瑜也是他选的 可是大家都不领情 我也觉得不太公正 只是我希望这个 虚角的这个文化是被大家唾弃的 那至于马英九 那个李敖的儿子李勘 他在他的个人脸书 那脸书是不公开的 我也发了一篇文章 就他写了他说他的消息是 马英九年中会去长沙 就是520之后他会去长沙 会去南京 南京可以夜灵嘛 然后去访问 他希望能够牵动自己的动能 然后在官司上面有呼声符 那他也希望有和平使者 这样的一个声望 那至于选2020 李勘呢他是年轻的孩子 但是他北大毕业 他应该在大陆有些 中国有些人脉 他说你说他要选总统太小看大了 这是李勘的看法 我也同意 好我们转个话题来看到 其实蔡总统现在说 要因应中国对台军事方面的威胁 他有一个指示 是说我们在确保品质安全 还有这个品质一定要兼顾的前提之下 要赶快加速的是 天宫三型飞弹 还有熊山飞弹的生产 一起来看这支VCR 3 2 1 点火 就在大陆央视23号 释出在内蒙古发射 东风26型飞弹影片 要恫吓台湾跟美国之后 为了反制 小英总统到中科院 宣示加速量产台湾主力 天宫跟雄山飞弹 中科院必须在确保品质的前提之下 加快想试天宫三型飞弹 跟雄风三型飞弹的生产速度 我知道要建造安全的产户培养 像是在座的各位这样优秀的技术人才 并不容易 但是基于国防的急迫需求 中科院必须再拿出过去原发的勇气 达成江戍量产的目标 雄三飞弹一射成名专打军舰 准度高射成远 元旦海军影片就有雄三飞弹 在海上不好的状况之下 精准射中目标靶船 而天空飞弹表现同样优良 一道火光冲向天空 中科院最新天空三型防空飞弹 试射成功 天空飞弹专门锁定敌军战机 有台版萨德之称 也是中科院的骄傲 中科院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人才的看法 我们高兴在过去13年 中科院系统制造中心 禁用了75位新进人员 今年也要规划战金融发行 人力物力总统通通给 中科院主力对军舰的雄三飞弹 还有防空主力天空飞弹量产 不只自创裁员 更是要对岸不要轻举妄动的重要资本 蔡总统不只是在口头上 要台湾硬起来 包括我们在飞弹防御方面 也要赶快的加强 那她用了一个蛮有趣的形容词是赞许 这是捍卫台湾安全的拳头 来 世界议员你的分析观察 我先30秒讲一下马英九好不好 好 欧元你要讲特文哲 因为新年到了 马英九跟王亲平拜年 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 黄鼠狼给鸡拜年 然后他们还说 什么四大集合要选马英九出来 整合国民党内总统这一局 我跟他报告 马英九只会整人 不会整合 那至于飞弹 说实在话 说实在话 飞弹其实在马英九前八年的执政里面 其实他们有轻忽这一块 小英总统现在就职这两年半 他长期深入的观察之后 我觉得我们台湾来强化飞弹 我们的自治能力 跟这个提升我们飞弹的效能 这个都完全正确的是 第一点 这个不对称作战里面 飞弹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 其实是最经济 而且最有效力的一个 保卫台湾的方式 为什么呢 我们台湾你看 中共之所以不敢轻易冒犯过来 当然除了美军有协防以外 最主要我们台湾 这个在台湾海峡上面 不管上空海面 我们交织这整片火网 都是飞弹的功劳 你看我们现在的飞弹 那个不管是海对空 地对空 空对空 我们台湾大概在全世界 飞弹的能力 研发自治 或者这个飞弹的性能来讲 我们大概都排在top 10 前10名 第二点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 如果中共还是不放弃武力犯台 还是动不动 就要很满腾的说 要学习台湾的时候 那我引用过去美国在冷战时候 他们的一个策略 那个策略就是导致后来 美国他们对于飞弹 长足的进步发展 就是雷根当时讲的 叫做MAD 简称MAD 保证互相毁灭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说你不要动不动威吓我们 我们大家我们也不挑衅你 那我们大家互相和平发展 那可以当朋友 但是我不是你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讲清楚 但你如果要办法 你今天要打我高雄 明天我就设你上海 你明天 你明天敢打我台北 我后天就设你北京 我觉得白弹的发展 在小英总统这样已经下令 而且我们国家的资源 人力都全部集中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完全正确的是 因为这对敌人你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软性的威吓 大家不要看说瑞士 你看那么自由 他是中立国 瑞士啊 他们的税出里面 40%是用在国防里 你看瑞士他们拥有 全世界在欧洲国家里面 他是仅次于英法德以外 第四位的国防战力国家 他拥有最先进的各项的战机 然后包括他的飞弹系统 所以要有充足的国防 才有办法成就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我最后跟大家报告 这句话是不变的真理 自由不是免费的 那在我们一定要付出代价 包括人力资源时间 那包括金钱 但是我们要换得的是一个和平 我们绝对不挑衅 但是我们也绝对不畏战 我们愿意为我们选择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付出合理的代价 而付出最少代价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我们已经发展很好的飞弹系统 再一次在小英总统的提示下 集中我们国家的资源 再来做一个强力的发展 请皇师补充一下 我简单补充一下 因为你里面讲到天宫 然后跟雄山 这两个重要性对于台湾重要是在于 一个是防空飞弹 然后一个是反舰飞弹 所以等于说对潜舰也好 对对方的战绩也好 我们都必须要在国防上面 你要有所提升 那为什么要有所提升 其实刚刚事件也有提到 就是说台湾要打的 为什么叫不对称的战争 是因为一大一小中间有落差 尤其是在军事的发展上面 我们能够投入的军事费用 两边是差很多的 人家是至少是我们的十几倍以上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做不对称的战争 是因为我们的做法要挑重点做 什么叫挑重点做 是因为他如果要打你的话 我们要做的是打他的重要的城市 然后在那个范围之内让他会痛 因为对他一样不希望有造成 比如说很大的人命的伤亡 因为造成很大的人命伤亡的时候 也会动摇到他的执政的基础 所以我们的国防部 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东西 叫做不对称战争 所以这个里面你会发现 他为什么要做熊山 因为那是反舰 然后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做天工 因为那是防空飞弹 所以这两个对我们来说 都是用最小的成本 要达到最大的效益 所以这两个飞弹系统开发 当然对台湾就很重要 尤其是什么 这两岸如果真的会有军事冲突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 是我们要争取时间 争取什么时间 这个就是争取 比如说美国来支援你的时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做这飞弹的开发里面 你会发现他有个很大的前提 是我们要先确保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军事冲突起来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要怎样 要能够维持住他的态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到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 一直很强调这种国防的研发跟投入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概念是 他把这个部分的投入 后面又衔接到 后面他还有一个主张是什么 他除了飞弹之外 他还有一个主张是他的 要国舰国造跟国机国造 因为他已经不单纯 只是一个国防上的考量 他把它跟产业的考量 同时联合在一起 为什么这么说 反正我们台湾本来就有需要 你要有潜艰的需要 你有战机的需要 你有飞弹的需要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干嘛不把一部分 它的供应链 或它的生产链留在台湾呢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蔡英文总统 他在他这一任的总统之前 他的竞选政见在这个地方 同样的他连任之后呢 一样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在习近平的讲话之后 那你想想看 在这之后 会不会让两岸之间 问题变得更敏感 更敏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在这上面 蔡总统他必须要做 相关的动作给你看 因为他必须要在国防上面 强化国人自己的信心 但其实文攻武贺之外 他们还是有一些属于比较是利诱的部分 实骑请教 因为其实呢 中国你知道 我们看到他们对台31项政策 就是要拉拢台湾人嘛 那希望说 大家看到有一些薪水上面的诱因 条件上面的诱因 可不可以就是到中国去发展 但是呢 我们来看看国台办 他们统计的资料 说去年台湾民众到中国 突破600万人次 从数字来看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 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成长幅度比2014年 其实是还少的 那跟2016年是差不多 也就是说 他们提出了一个大的诱因 但是成长幅度是有限的 那学者说 中国动用这么多的资源 投入31项措施 还铺天盖地的宣传 但效果很有限 你怎么看 从前面刚刚讲说 蔡英文要求说 我们的飞弹要加速这些进程 我觉得某种程度 也是在呼应习近平的谈话 就是说 当这个习近平已经把 所谓九二共识这件事情的 那个漱口越漱越紧 而且非常清楚地告诉台湾 告诉台湾同胞 说我告诉你 我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说这个东西如果 是已经在它公开谈话里面 成为一个既定的 这个进程的时候 那我们 也要让对岸知道说 我们没有要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得要把自己给保护起来 我们的金钟罩要先弄起来 对对对我们的金钟罩 而且其实我们的金钟罩的密度 好像 我记得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 我记得 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名 你是以色列 对好像是第二名 飞弹的密西 对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的飞弹部署 也是这个用意吗 去看看他们的第一名 是怎么部署 没有啦 怎么可能看得到 也就是说 我们把自己防卫起来 也让对岸很清楚地知道说 不好意思喔 我们其实还 自己的能力 还是还是蛮充足的 那至于说 刚刚贵亚问到的 中国当然仍然持续 不断地在利用 他也 他一定会有一些 政治上面的 下政治单来吸引 对于台湾的 某一些城市来说 比如说 韩国瑜就不断地讲说 这个我们要 承认九州公司 就会有怎样怎样 就可以豁出去啦 人就进来啦等等 会不会有这种政治单 会不会有中国 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给台湾一些甜头 一定会有 所以当他什么 会台31项政策啦 以及接下来不知道 他又会丢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这些其实都是动摇 人这个心防的一种手法 可是就实际上面 过去这些年 从台湾 跑到对岸去里面 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不管去发展也好 有没有成功的 当然有很多成功的 可是也因为中国的人质的关系 使得他们内部 不断地在 在做一些修改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不稳定度是高的 因为政治的因素 使得他们 不管是税 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税法上面 然后 这些人质的关系 使得这些去做生意的人 能不能够 一如过去 他们在自由经济体里面的想象 说 因此我可以赚到钱 未必 所以这些年来 其实很多的台商 也都往东南亚移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 在这几年不断地强调说 现在就是台商 回台湾投资的 最好的那个时机 所以现在台湾正在 正在跟他们呼 这些台商呼吁说 你如果在那个地方 有一些不如意 有一些 你无法预料得到 他们人质的部分 然后破坏了 过去的游戏规则的时候 你们想要从那边离开 可以回到家乡台湾 有很多人是已经 到了东南亚去了 这个亲王最知道 那所以我觉得 对于中国来说 用经济的利益 是不是真的 像过去一样 万无一失 我倒觉得未必 他不止对台湾这个样子 他也在世界 其他国家也都这样搞 一带路 干嘛搞得一塌糊涂的 结果呢 一带一路刚开始的时候 讲起来很威 大家都要参加 我帮你盖港口 我帮你盖铁路 我帮你盖一大堆的基础建设 可是光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有多少个国家 不好意思 回约了 没有办法 我偿还不出来 这根本就是一个 经济上面的占领侵略 殖民 新一代的殖民方式 所以很多国家其实也都走了 这个停止这样子计划的 这个路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中国现在到底能不能够 按照他们的想象 说用经济的实力去吃下台湾 去吃下这些国家 成为可以跟美国相抗痕 甚至超越美国这样子的 一个大的经济体 我觉得实际跟想象是有差别的 不过其实我们知道 在经济实力的这一块 中国现在也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包括像是美国 他们现在就有开始 针对这个华为 还有中心有颁布一些禁令的部分 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讨论这一块 好 这一段我们来谈华为 华为是中国的电信业者 他们在北京就发表了号称是 全球最强的5G晶片 也不担心说欧美多国 现在是围堵他们的情况 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越来越多人 加入了抵制的行列 一起来看 即使欧美八国联军夹击 遭到多国抵制的华为 依然不退缩 24日在北京发表号称 全球最强大的5G晶片 更公布去年手机销量 突破两亿只 520亿美元营收 创下新纪录 这是全球数理5G看 这个数理5G看 新的CP 余成东加码亮出商用 终端设备 加紧脚步 不想让5G市场优势 受抵制事件影响 但像华为说 不的风气 似乎逐渐扩散中 进牛津大学后 英国查尔斯王储的慈善机构 宣布不再接受华为捐款 美国多所大学 也开始评估 是否要移除 华为生产的电信设备 就连金融趣恶 佛罗斯都在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时 直接指明 习近平是最危险敌人 更认为川普 与其发起贸易战 不如集中打击特定公司 指的就是中国电讯巨拨 华为和中兴 让华为抢救市场优势 同时又背上了 全球公敌的罪名 好 其实我们进一步来看 这个大学它提出的建议 到底是什么 它这个报告里面 就指出说 中国华为跟中兴通讯 对美国国家安全 已经构成严重 以及长期的威胁 所以随着5G时代到来 应该要使这个威胁 指数暴增的这个情况 他们现在就提出了一个相关的建议 就说华府应该对 这两个公司要采取全面性的行动 包括要启动一个调查 以及列为外国代理人 调查贸易不法行为 还要跟其他人合作 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 因为他们要对抗的是 外国有敌意的威胁 那Coco姐你怎么看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这个中国的所有的企业 都是被政治所牵动 而且是政治这个操控 这是事实 只是这个美国跟欧洲国家 当然他们在这个利益的驱使 这个厂商的互动当中 可到利润 以及某种天真的民主化 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长远的美式理想的情形之下 就上了当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养虎遗患 那现在当然这个 因为中国它的被认为 它在这个经济实力 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发展上面 还落后于美国非常多倍 所以美国现在开始采取措施 是对的 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台湾最可怕的是 上上个礼拜吧 这个华为的手机 在这个要相关 在台湾要出售的时候 还有人大牌长龙去买 因为它价格的门槛比较低 问题是我们的政府 要有一个强力措施 我建议我们的政府 你就清楚地讲明白 就像你带这个猪肉回来 就是20万罚完100万 罚不完的 你不交就把你送回去 一模一样啊 你因为百姓 它是无之于这些重要的讯息的 最近我跟你讲啊 有一位这个旅居国爱的沈教授 他今天在脸书上写到 他的一个朋友 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人 他在他在沈教授脸书上支持台独 结果被抓起来了 被中国人抓起来了 被中国人抓起来之后呢 他还写了这个脸书 写了讯息给这位沈教授 说你台湾人不要那么笨啊 你如果用了这个中国的手机 或是用了他们的软体 全部都监控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被中国抓到的 所谓的中国人支持台独 就是支持在脸书上发言 他支持台独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被审讯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审讯者告诉他说 我透过你的手机 所有的包括你的微信啊 包括你使用的这些软体 所以你秘密对话 我对中国了解都知道 对台湾都知道 所以他我今天在考虑 我不要把我的微信给删掉 其实因为我在 你还有在用啊 因为我在大陆读过书 我在北京大学读过书 我有132个同学 我们有一个群组 就是132个同学的群组 所以我有点舍不得 把他这个删掉 那至少还会 还会联络的窗口 对 因为都是同学嘛 可是他说那个微信啊 你只要有微信 他透过微信 他透过台湾人用微信 他就可以了解 每一个角落里面的台湾 每一个角落台湾 那这个讯息 我们国安单位 我如果下载了微信 但我没有对话的话 就没事嘛 当然你如果没有对话 可能就比较好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们的国安单位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 像彭斯副总统讲 中国穿透 威胁美国 这么完整的一个演讲报告 我一直在等待我们的 蔡英文总统 你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报告 那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觉得我们 我跟你讲 非但是非常重要 这种消息 我们都觉得很振奋 而且这个熊山天宫 是长远的这个中央科学院 这个在甲英国时代 我们也给 郝伯春一点credit 就是说 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展出来的 可是现在我们最重要 台湾失去的是资讯战 重点就是 他们这种穿透的力量 所以好 今天是礼拜六了 那关于这个 这个微信的这件事情 关于所有的华为小米 什么这个 到底这些手机 要如何个禁用法 电信规定很重要 电信公司 都在我们的特许行业范围之内 所以电信公司 你要不要跟这些行业合作 电信设备全部都特许 你反应不能太慢 这一点 希望苏珍航总统 对不起 突然升级了 你可以发挥 你的这个魄力 你不能够这个 过年之前这五天 下礼拜你要给我们一个答案 要非常清楚答案 我们不能去 这个倚仗官僚体系 因为台湾的官僚体系 还是在党国体系当中 因为现在行政院恐怕只能管到说 我这个公务机关的 包括网络连结 或者是说你公务手机的使用 你不能说 我回家用 大家可能又会有一些民怨出来 不过我们看看 危险性在哪边 请教范老师 因为呢 其实像是这个学者杜子诚 他就说 Why bother 为什么何必呢 他觉得不用啊 干嘛 你要防堵什么华为 根本不需要 但是其实呢 有另外一个教授 他就提出了一个思考 为什么要禁用 其实呢 他很担心的是说 会有藏后门的这一个问题 因为你只要有网络连线的话 不管你是哪一个电信公司的服务 很有可能呢 都会把这些相关的资料 传到中国的资料库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他是有一个利润的举例点 他就说 他有认识一个CEO等级的朋友 在家里面呢 他买了一个 也不是手机 他只是一个智慧型家电 但发生什么情况 他发现网速很慢 他就去查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不得了 他发现他家里面 包括语音啊 还有影像 24小时都一直往中国那边去传说 也就是说 楚门的世界在他家是真实上演 范老师 对 那个 如果你用 他后门程式 等于说 他可以进入到你的手机里面 如果你今天是商务人士 你的商业机密 可能都会被中国给拿走 所以非常小心的 但很多人说 我又不是了不起的人物 我不怕你看 什么样 但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甚至你的照片 你跟你女朋友的讲话 也都会被 被这个中国的拿 搜索起来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 华为的手机 要不要限制 我觉得政府可以去 去思考 就是说 我们台湾自己有 我们自己的手机产业 我们有ASUS 我们有HTC 大家都不做 都不用 反而去用 这个中国的手机 我们自己的手机产业 就好像让它自然就消失掉了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产业政策 再来就是说 两岸是一个特殊的敌对关系 别的国家可能还允许 华为的手机 小米手机可以使用 那我们是不是要特别小心呢 何况就是说 现在 包含美国 澳洲 纽西兰 日本 捷克 英国 德国 还有挪威 甚至荷兰 这些国家都已经完全禁用 华为的设备了 例如说5G的设备 但是还是公部门吧 应该不是民进吧 它是全国都禁止 全国都禁止 我讲的不是手机 而是说 例如它的云端 或它的这个所谓的基地台 它是禁止使用的 因为那个会影响到 那手机目前是还没有 但是我们知道说 台湾是不是要比其他国家 更有警觉性一点 我觉得政府要去思考 再来就是说 现在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孟晚舟的事情 会引发中国这么大的反弹 我看我们不但是这个 孟晚舟是华为的副总裁 因为他掌握的是 中国整个监控系统 因为中国现在对人民的监控 它的什么经顿工程 也都是靠华为 另外就是华为掌握了 非常多的这个资讯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孟晚舟被抓之后 中国怎么样用报复行为 包含就是把这个康平凯 他是加拿大 前驻中国的官员 把他给抓起来 另外像那个 一个谢伦伯格 他本来只是被毒品走私判15年 把他抓回来重新审判 变成死刑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根本跟流氓一样 你今天 加拿大是因为 合法的方式去逮捕孟晚舟 因为他违反美国的法律 而且加拿大跟美国有引渡条约 那中国今天 他又把法律当成工具 例如说 你把孟晚舟抓了 我就再抓更多加拿大人 来当做人质 跟你交换 这跟这个所谓的恐怖 恐怖这个组织是什么两样呢 现在不只加拿大人被抓 这两天我们看到 连澳洲人 澳洲一个华人 叫做杨恒均 他也在中国被抓 为什么 因为现在澳洲 也加入了这个 美国跟加拿大 围堵华为的行为 虽然现在中国有点杀红眼 他不只抓加拿大人 连澳洲也抓 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 他就说你在我中国 你这个偷取国家机密 偷取国家机密 这个罪什么都可以按上去 所以现在很多人 现在可能连 未来连美国人 连日本人 连纽西兰人都要小心 因为你们现在也加入了 这个包围华为的一个行动 他都可能成为中国 逮捕的一个对象 所以中国现在用这个方式 其实让外国人 不太敢去中国 其实这是个很愚蠢的行为 但为什么他这样做 他就是因为华为 影响中国太大太大的 一个经济上的利益 那我不晓得 明天哥会不会觉得说 我们有点小题大做 也有是WiFi的何必呢 如果你单单禁用手机 禁用你的硬体的话 老实讲 他整个产业华为 很多都台厂代工的 那你要禁用的话 他的后座力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欺商权 我觉得与其禁用硬体的话 倒不如说 你在软体资讯控管 你的危安要做到 真的滴水不漏 第三个我觉得 收集资讯的话 我自己在斯大念图传 其实几年前 包括Google Google Trend 他就是在收集数据 譬如说我们Google里面 他连Google 都可以做流感病毒 那个地图 就是说哪个地区在搜寻 流感用药什么比较多 然后他就做出 他那个地图出来 哪一些搜寻 从大数据 就可以得出说 哪个地方的资讯怎么样 它的Trend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大数据的搜集跟运用 譬如说我们脸书常常看 脸书旁边都会跳出广告出来 他怎么跳出来的 我上一波买了什么 他就一直跳出来那一个 不是他照你网页浏览 譬如说你的使用习惯 他就会跳出来了 你点进去之后 你包括Google啦 包括Yahoo啦 包括脸书啦 这些都在收集你的资讯 可是如果是商业用途 是不一样的 跟你这种情质渗透的 这些资讯不能被恶欲使用 如果大陆拿这些资讯 来做恶欲用途的话 甚至作为武器的话 那大陆真的是很不对 那如果美方也恶欲使用这些资讯 所以一个恶欲使用资讯 这是怎么去防堵 我觉得全世界都共同面对的课题 好 其实呢 我们现在说到中国内部 他们有一些问题 而且还有传说中的逢酒避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一起来看 怎么2019才刚开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垮着脸忧心忡忡 习近平在讲话中 就防范化解政治 意识形态 经济 科技 社会 外部环境 党的建设等领域 重大风险 做出深刻分析 一改一往谈话时 大力吹捧习政权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回习近平竟丢出七大风险 要全党一起研究如何防范 突然搞了这样一个防范和抵御风险的研讨班 足以见得这个风险 已经让习近平政权感到已经大的不能再大 习近平到底在怕什么 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指出 恐怕正是2019年这个酒让他倍感危机 因为中国迷信逢酒必乱 像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 国共内战却在继续 1959年西藏动乱造成8万多人死伤 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争 还有1979年中越战争 恰恰好尾数都有酒 而今年2019忌讳更多 不但是逢六四事件30周年 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在一片自由民主氛围和舆论检验下 中共怎能不格外警惕 紧张的事还没完 有分析指出 今年是中共建国70周年 但极权国家很少有超过70年的寿命 种种不想照头都让北京高层心慌慌 有人猜下一步中共可能会加强网络言论管控 打击任何反对势力展开习政权保卫战 好说到这个习政权的保卫战 我们其实看到包括你可能有po文 或是跟人家对话 他们都可以透过手机来做一个掌控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连结说 为什么这么怕逢酒必乱的这个酒 真的让习近平那么样的紧张吗 来清皇 对因为这其实有几个因素 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其实在相关过去遇到这个酒 比如说1949年建立政权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一些动荡 然后在1959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因为大药境的关系产生了大饥荒 在1969年也遇到珍宝岛事件 就相关遇到酒的时候 中国在过去都有发生重大的事件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现在为什么会有提出来说 中国会不会因为过去的 可能跟过去的逢酒必乱的关系 所以今年会出现也遇到状况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今年有很多重大事件的转变 让他在2019年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这所谓的重大转变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中国自己国内 以及在国外的部分 遇到美国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之间有连结 我们讲比较白话一点 就是说中美贸易战造成最大的结果是 他第一件事情先打哪里 先打关税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川普的做法是 先对你500亿美金的商品 克了10% 25%的关税 然后再对你2000亿美金的商品 再去克关税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克这个关税 克下去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告诉你有什么影响 会造成第一个 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中小企业 它就倒闭了 第二个吃掉大企业的获利 第三个造成它的企业外移 我们光举台湾的例子 你看台湾的广达也好 台湾的企机科技也好 这些都是在2000亿美金的商品 冲击到的伺服器 跟网通设备的厂商 所以就变成对这些企业来说 它必须要把它的产能跟产线 开始要挪一部分回到台湾来 那除了这些大厂之外 其他的如果我不是回台湾 至少它也是去哪里 去越南 去柬埔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企业从中国搬出去的 或是企业在中国 我直接关场了 对于失业会不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 然后对于它的什么呢 对于它经济状况会有冲击 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只论述到这边 就觉得中美贸易战 应该就只有打到企业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跟你讲 它后面会打到什么 会打到中国的股市 跟中国的房市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中国的外汇是管制的 所以当中国人赚到钱之后 在国内能投资的去处 不是股票 要不然就房子 那今天当我 比如说企业做不下去了 我赚不到钱了 我房贷怎么缴 那我股票里面那些账户 我怎么要缴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的股市跌跌跌 创了好多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那你也看到中国的房市 几乎哀鸿一片 中国的房地产大企业 包括像万科这些大企业 你知道在去年出现什么状况吗 为了要鼓励大家卖房子 然后员工大会上面 直接写了生存两个字 为什么 活不下去 所以很多房子卖不出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你不要觉得贸易战 只有打到企业这一块 不 他还有打到他后面的股市 债市跟房市的部分 好 那打下去的结果 所以贸易战我们如果套用 谢金河 他的这个金融术语就是黑天鹅 对 那你说的房市的那个部分 就是灰犀牛 对 我们跟观众解释一下 什么叫黑天鹅跟灰犀牛 黑天鹅指的是说 发生的境遇很小 但是一旦发生的时候 冲击就会很大 这个叫黑天鹅 什么叫灰犀牛 灰犀牛就是 你想想看 我们很多人看到犀牛很大只 你就知道他在那儿 但是你不会 当他对你冲过来的时候 你没有警觉到他的威胁 所以灰犀牛是只是那种 几率很高 你已经知道他存在 可是你太习惯了 所以你没有意识到他冲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犀牛就这样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 但真的冲撞你的时候 死伤一定很惨重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黑天鹅跟灰犀牛 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讲的 这个是习近平 他中国国家主席 在他们中央党校的谈话上面的时候 自己说 说中国要注意黑天鹅跟灰犀牛 所以黑天鹅跟灰犀牛会出现在什么呢 会可能出现在2019年的时候 那当然就刚好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他尾巴就是酒嘛 所以才会有逢酒必乱这个说法出来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一些相关的 大的格局的状况 那你从明星的现象出现什么 比如说你看到中国的P土P之乱 哇一堆人觉得我在上面放贷 结果呢钱收不回来倒了 所以他要上访去抗议 可是你也看到一些现象是什么 你也看到一些现象是 这有一些人失业了 然后失业呢 我拿不到资遣费 所以他也要抗议 之前在深圳有几起最近的例子 都是这样子哦 然后再加上内政上 中国呢又遇到一个问题 通常从人均所得 8000块美金 迈向1万美金的国家呢 会出现就是说 我希望呢生活过更好 我也希望呢 能够参与去决定 我未来要怎么走 所以你看中国去年 闹了很多什么事情 疫苗之乱 疫苗之乱从去年闹到今年 都还没有结束 到前两个礼拜为止哦 都还有人家长哦 上街头上面去抗议 然后呢 中国要出动公安去做镇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外部跟内部 在中国都发生什么 发生有这些紧张的状况 尤其是中国最近还有一些事情 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去年哦 据说他们那个数据里面 看起来是打了173万 跟贪污有关的这些官员 然后在这里面我问你 你说的官员有173万个哦 对 由村里开始一路上去 到这种所谓不及的173万 那有趣的在这边 你想想看 你是老百姓看到这个状况 你会不会不满 你会不满哦 所以你看到中国最近 在做什么事情 最近在把所谓的打贪腐 或是打这些过去的司法的状况 把它拿出来 所以你看到最近在那个什么 在陕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 叫秦岭违建案 秦岭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对以前的 我们看历史教科书里面都说 靠近长安啊 什么风水宝地啊 风水之说是不是重要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重点是秦岭上面竟然有 一千多栋的违建的别墅呢 然后是过去长期在什么 在这一些官员的官商勾结 跟包庇之下 然后所产生的结果 然后拆不掉哦 习近平下了几次批示说要拆 你知道吗 拆拆看 习近平说 习近平下了六次的批示 从2014年 然后搞到去年终于把它拆掉 所以呢 前几天才在 那听起来觉得那些官员 真的很大胆啊 怎么可以这样 对然后你想想看 连习近平的要求 这些官员都可以这样干 所以才会在前几天是在 前一阵子在央视的节目上面 做了整整 大概将近一个小时 就在讲这件事情 相关的被办的官员 自己在节目上面说 对 我就是拿了钱 所以不能不办事 我做错了 你知道吗 这也是被安排的吧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中国现在必须要把这些人 拉出来怎么样 让人民看 就是说你们的民怨 我有在处理 这是一种电视版的 游街示众 就是说他要让你 就是自己 因为他要 他要平民怨 然后呢 最近最近 他中国在关心的是 另外一个 更大的是什么 一样是发生在陕西 有一个煤矿的 千亿矿权案 一矿两卖就算了 重点是 那个本来是 跟民间契约签约 结果那个煤矿的矿权呢 地方政府竟然说 我直接跟民间契约 直接毁约 改卖给别家 然后这个案子 你是那个民间契约的人 你会不会跟政府打官司 结果打官司的这个人呢 既然说他在法院打官司 地方政府可以 发一份密函过去 逆转了官司的结果 从本来怎么样呢 从本来合约有效 变成合约无效 那这个案子 剑指到最后是指到谁 指到的是 中国现在人民 最高法院的院长 一个叫周强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案子办到后面呢 他其实也是要 拿比较大的官 告诉他的老百姓说 这些你不满的因素 我有处理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是 他的民众面对到经济 跟外部政治的情况之下 已经开始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开始人民不满的状况 而且这个不满开始要找出口 所以他必须要做 这样这么大的宣誓 所以回过头来讲 我们为什么讲说 习近平要去做 这么重要的讲话 说中国会有黑天鹅 跟灰心牛 他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不过其实我们回头看 刚刚讲到华为 那些中国手机的问题 有人说便宜的最贵 那世间议员 其实大家在说 小心中国字的 这些自通设备在你身边 可能会被24小时监控 但是我确定 你是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错 所以贵亚没有错 我认为为了个人 没有我打断一下 因为我之前呢 我看到世间议员 我强励大家使用这种 智障型手机 智障型手机 不过我讲 其实那个 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八个字 威权统治 帝王心态 所以你看他们动不动 都会有那种 很奇奇怪怪 包括那种数字的迷思 那完全是过去 那种皇权心态的考量 就是什么 逢酒必乱 五百年必有王者心 那都是这种帝王心 所以中国 他们历届的统治者 都忘了有一件 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就中国他们自己的隐忧 在于他对他们自己了解不够 那我们为人处事也好 国家也好 得到信任 是立足社会 最重要的一点 当中国失去了这个 而且中国还垮垮而谈 还什么厉害了我的国 向世界张牙舞爪 所以中国对自己的不认识 还有对整个主流世界的触怒 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隐忧道 不是那个什么数字 几年几年 不是啦 他们如果还迷信那样子 坦白讲 非九之年 他们一样大乱 当中国失去了这个 而且中国还垮垮而谈 还什么厉害了我的国 向世界张牙舞爪 所以中国对自己的不认识 还有对整个主流世界的触怒 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隐忧道 不是那个什么数字 几年几年 不是啦 他们如果还迷信那样子 坦白讲 非九之年 他们一样大乱 不过时期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行政院针对这个资安相关的 他就有说 我们公家机关 不管你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 你都不要连接到中国的这个网站 那包括公务员 你的公务手机的部分 也是有说禁止使用这个 像是华为或是等等 那是不是这个APP也有一些管控 那你觉得这样做到底够不够 我觉得这是现在政府能做的 也只能处理公家的部分 因为这些公务使用的电脑啦 手机这些东西 他们会连到内网 那因为内网大部分都是 我们国家内部的事物啦 那所以他现在能做的是这些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 民间的东西 我觉得他 他也必须要看看说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采取 更多一点的措施 譬如说啦 譬如说 这个张善政啦 或者是杜子诚啦 他们不是在脸书上面 都有po文吗 举个例子 就是说过去曾经说 台湾在有电信业者在做那个基地台的时候 他购买这是华为产品 当时那个鸿海的 哇就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曾经引起过讨论 当时那个鸿海国台平 他就跳起来说 为什么不可以啊 价钱比较好啊等等的 好过去的时候可以 那可是他就盖好了 那所以现在呢 那现在怎么办 如果他要透过这条管道 去搜集你的资讯的时候 是不是仍然也搜集得到 所以现在我觉得 看接下来是说 要等他更新设备的时候 做更严格的限制 就是从基地台这一块 也纳入这个规 禁用华为的这个 控管范围之内 是不是要这样子做 我会觉得说 这些部分都是政府 接下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不只是说 你公务的电脑而已 因为其实 还是可以透过其他 如果有新人要搜集资料